美国辉瑞药厂向加拿大联邦卫生部 提交修订新冠疫苗的标签请求 要求加拿大卫生部证实每一罐疫苗中装有6剂疫苗 而不是5剂 从而使该公司可以减少向加拿大运送疫苗罐 但是此举可能会导致加拿大新冠疫苗接种项目更复杂化 加拿大联邦卫生局发言人马丁确认 该部门收到辉瑞药厂的上述请求 但无法就卫生部门作出相关决定提供时间表 因为加拿大向辉瑞药厂购买了4000万剂的新冠疫苗 如果联邦卫生部批准上述请求 加拿大获得的疫苗准将会是670万个 而不是原先的800万个 上述改变可能会增加全球各地接种疫苗的人数 但也将会导致加拿大疫苗接种项目面临新的挑战 不过目前美国和欧盟都已经接受了辉瑞药厂提出的上述请求 加拿大联邦采购部长阿南德指出 在联邦卫生部门决定是否修改辉瑞药疫苗的信息之前 他无法对此事发表评论 一切都以联邦政府的官方信息为准 关于能不能在一个疫苗尊重提取6剂疫苗的问题 多伦道大学医疗网络的副主席 和专业药剂师艾美利指出 当医护人员使用1毫升注射器来注射疫苗时候 能够更加一致地提取6剂的疫苗 然而因为1毫升注射器已经被用完 医护人员无法不使用3毫升注射器 在这情况下将无法提供6剂疫苗 根据辉瑞药厂的相关信息 能够在注射器中提取6剂疫苗的低角度注射器 目前在全球的各地都出现短缺 加拿大辉瑞发言人克里斯提纳表示 该公司与加拿大签署的疫苗合同 是基于运送疫苗的剂量 而不是赋予运送疫苗瓶的数量 他认为从现有的多剂疫苗瓶里提取6剂疫苗 有助于减少疫苗浪费并更加有效地使用疫苗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